比尔盖茨的阴暗面你知道吗? 微软和Windows成功竟然源于疯狂地打压对手, 而退休后的比尔盖茨更是在实施一个不为人知的大规模计划, 这些真相绝对会让你重新认识这位前世界首富。 2021年8月,比尔盖茨离婚的消息, 让这位前世界首富登上了各国的热搜, 虽然当时的福布斯富豪榜的前两名, 是亚马逊的杰夫·贝索斯以及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 但是当提起世界首富这个词时, 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仍然会是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连续13年蝉联世界首富, 由他创造的微软公司和Windows操作系统影响了整个世界, 虽然比尔盖茨的公众形象还算不错, 但在他的创业初期,曾经为了利益不择手段, 疯狂钻规则的漏洞,也是广为人知的。 他的前妻都曾经说过, 比尔盖茨在生意场上做的有些事情实在是太过卑鄙, 所以接下来我们聊的就是一些和比尔盖茨有关的阴暗事件。 我们都知道, 比尔盖茨之所以能够十几年蝉联世界首富, 全靠他的微软公司开发出了垄断世界电脑操作系统的Windows,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当时电脑的操作界面还是文字界面, 微软在新开发了文字操作界面的以后, 1990年9月推出了划时代的图形操作系统Windows 3.0。 这个革命性的操作系统一经面世, 便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上市仅仅六个星期后就卖出了50万套, 这个销量打破了所有微软产品的销售记录, 微软从此开始了在电脑系统上的垄断地位。 但很多人不知道是, 早在Windows 3.0上市的五六年前, 由日本开发的一个图形界面操作系统创, 在日本本土已经流行开来, 创的技术在当时至少领先微软公司十年以上。 而且创不但完全免费, 它的原码也对外完全公开, 可惜的是创最终并没有普及开来, 究其原因和一场空难有很大关系。 1985年8月12号, 日本航空123号航班由于液压油泄漏, 导致飞机失控而坠毁, 520人遇难, 这是世界航空史上的第二大空难, 遇难的人中就有17名创开发团队的核心成员, 这个打击对创在技术上的发展影响非常大, 但是团队中剩下的成员 还是将操作系统在日本国内普及开了。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四年后的1989年, 美国直接吹响了对日本的贸易战,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颁发了一个超级301条款, 制裁了日本众多科技产品, 其中操作系统TRUN也在制裁名单之内, 仅仅一年之后, 就再也没有任何设备使用TRUN作为操作系统。 而在同一年, Windows 3.0上市取得了巨大成功。 日本航空123号班机空难整个事件充满了谜团, 当然不是说比尔盖茨或者微软就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但是如果没有123号班机空难和美国政府的制裁, 微软可能很难轻易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而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就在2006年, 比尔盖茨放下了自己在微软的权利, 逐渐退出了公司管理层, 同时他开始进军能源、生命科学等领域。 首先比尔盖茨成立了一个叫做泰拉能源的公司, 公司以核反应堆设计为主要业务, 计划开发出一种无需使用浓缩油, 而以天然油和瓶油作为原料的新型绿色反应堆。 2015年, 泰拉能源与中国核工业集团签署协议, 计划在福建省的霞浦县建造一个新型核反应堆, 可是在中途, 泰拉能源却突然终止了和中核的合作, 就在人们奇怪泰拉能源到底想干什么的时候。 一个关于比尔盖茨的新闻, 在日本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 在日本长野县东南部一个叫做清景泽的地方居民发现, 附近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型的施工现场, 大批卡车从早到晚从工地往外运东西, 而且施工的噪音大到居民无法安静休息, 很多居民向当地政府投诉, 甚至有人把警察拉到施工现场, 可是施工还是继续照常进行。 负责建设的施工单位透露, 他们建的是一个地上一层, 地下三层的巨型建筑物, 整个建筑物的占地面积高达两万平方米。 而当问到建筑物的主人是谁时, 施工单位则守口如瓶, 这也因此引发了日本记者们的兴趣。 经过一番深挖后, 记者们发现这个建筑物的主人竟然是比尔盖茨, 作为全世界首富在日本建一座别墅一点也不奇怪, 可是别墅的面积竟然高达两万平方米。 而且还有地下三层, 这就有些奇怪了。 联想到比尔盖茨正在进行的核反应堆研究, 很多人认为比尔盖茨是在这里秘密研发核聚变技术。 不同于现在的核发电技术, 核聚变技术的原理和太阳能能够发光发热的原理相同, 所以也被称为人造太阳技术。 这是一项非常难的技术, 但是回报极大, 如果核聚变技术能够得以实现, 人类再也不会被能源问题所困扰。 那么如果传言是真的, 比尔盖茨为什么要以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进行研究? 它是得到了技术性的突破, 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非常耐人寻味。 另外刚才提到比尔盖茨还参与了生命科学领域, 而这也和它日本的这栋别墅有关。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现在我们餐桌上的蔬菜, 基本上都是通过杂交培育的, 集合了双亲优势的品种。 这些品种被称为F1品种, 虽然F1品种比起以前的天然蔬菜, 有益于培养、口感好等优点。 但是F1品种最大的缺点是, 它们产出来的种子很难成长, 也就是说F1品种无法繁育后代, 这就意味着现在种植蔬菜的农民, 必须先购买种子才能开始种植。 那么自然就有人要问, 能够繁殖后代的种子被谁掌握? 答案就是比尔盖茨。 我们都知道, 全球最大的农作物种子保存库斯瓦尔巴 全球种子库, 也被称为末日种子库, 位于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岛上, 种子库中保存着几乎全球所有农作物的种子, 而运营种子库的基金会的资金 全部来自于比尔盖茨, 这个种子库的建立是为了防止 全球性毁灭灾难发生后, 人类永久丧失粮食作物的基因, 并同时保护农业作物的多样性。 这听起来是一件好事, 但一直有传言称比尔盖茨还在别处另外备份了一整套种子, 保存地点很有可能就是位于日本的清景泽巨大的别墅地下三层空间之内, 网好了想这样做是加了一份保险, 但是网坏了想, 全球作物种子库, 新型核反应堆技术, 这些都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这种唯一的存在, 和1990年划时代的微软Windows 3.0操作系统和其相似, 在种子库和反应堆上, 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微软当年的牟利方式。 当然, 以上这些也只是人们的猜测, 毕竟比尔盖茨已经富可敌国, 相信他不会为了钱, 继续年轻时的激进做法, 但如果其目的不是为了钱, 那就不太好说了, 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 请在视频下方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和分享,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在这里祝大家健康安泰。 优优 出优 déjà健康安泰。 起来和展开的影響инja。 这里有人提借摩 isn't 当贩唐的影響只是开始, 这yect temporal驼应者是否 isolating? dtk …